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我们今天有我们的这个林良杰老师 一位非常资深的这个数学补习老师 在线上要跟我们分享小六升中学 到底要怎么样的能够精确迎战 这个KSSM的这个Mathematics 轻松度过你的初中医 马上请出林良杰老师 欢迎大家好 好那老师呢 我们知道老师其实的这个专业 其实是ACCA应用会计荣誉学士 可是老师投身在教育工作已经15年了 老师为什么会想说 就是转跑到进入这个教育的工作呢 其实主要也是 我自己本身本来要从事的是一个 比较画画的 就是比较走设计路线等等 可是最后因为因为我半工半读 这样结果结果 因为因为钱的关系 加上我先讲我读什么大学 我读的大学是三位 三位UCD 这样我读三位的时候 学生本来就我每次跟有跟学生分享 他就讲老师三位不是很贵吗 so我就跟大家讲三位的ACCA course 比起来其他的degree subject的话 其实degree的科系来讲话 其实他是比较便宜的 所以我就选择因为他靠近我的家 对 所以我就方便了 所以我就下边上 所以第一便宜 然后我就去上 可是也是因为这样子 我的时间因为是ACCA的课关系 所以我就比较轻松一点 所以这样刚好我的 也是我的喜宏老师 也是我的老板 现在他就邀请我 你有兴趣做part time吗 所以我就part time 教一下 其实这一行好像可以做 所以我就跟他一起 一起在这一行到现在 就是我一开始就 分发出来就开始教part time OK 可是就是就我的了解 就是老师可能在小学的时候 其实老师可能只是一个 普通班的同学 可是走到现在 就是一个学霸老师 老师这个历程是怎么转变的呢 主要 其实主要我发现到 OK 这样在这一边 在这个 怎样讲 就是在这个平台里面 我相信有家长 然后我们有小六学生 有可能甚至一些补习老师 或是老师也会在这个平台里面 一起听 对不对 这样我自己本身 我是这样觉得 我是这样觉得 好像小学 可能我还是小避孩 所以我自己本身 只有一个 就是可能我妈妈没有讲 很特地很严厉的 好像会拿疼条这样fit我 你没有考好成绩 这样我就fit你 等等 因为以前的年代 疼编是一个关键 这样我妈妈又没有这样子做了 这样他就他就讲 你可以读你就读咯 这样子咯 所以可以读就读 这样我就OK咯 我就读咯 可是有一个 很搞笑的东西 我的弟弟是 无敌学霸 我的弟弟是 玄机第一名 在陪才华晓的时候 OK 可是他玄机第一名 就是因为他玄机第一名 而 而我的亲戚们 会在对比 他讲 哇 你的弟弟好厉害 这样你自己本身 普通班 你不会好像觉得 羞耻 很shame的 像那时候有 心理上会有一点 好像毕竟是小学生 所以我会那种 哎呦 死我 这样我就认定了 我是差的那一个 对吧 OK 所以 一直到中学的时候 我一直有这种想法 我是他 我弟弟应该比较厉害的 可是我发现到 当他 当我的弟弟 也是一个普通人 对不对 所以他到中学的时候 他自己本身 成绩 也是可以免听到 可是并没有到 拳击第一名 并没有到拳击第一名 所以那个时候 我就觉得 对吧 他也是普通人 这样看来 他也不是因为 他有多厉害 而才导致到 他拳击第一名 所以我就 我就讲 其实我可能 可能是因为 用错方法还是什么 所以我就慢慢的 其实一直到我 中四 我才可以开窍 就是 原来读书是这样子的 所以等一下 我跟大家分享 然后再 哦 原来是这样 是 那我们知道 现在老师呢 就是教学15年 老师呢 就是有一套 自己的一个教学方式 叫做快 很 准 然后课程要简化 老师要不要 你个数学老师都这样吧 是 快很准这个事情 尤其在学习数学上面 其实有多重要 快很准 如果是讲 在数学上 快的主要是因为 你不可能 不可能好像 因为我发现到 有学生 他们是那种 他们很喜欢 自称OCD 可是OCD 真的很严重 这样 他们所谓的 自称OCD 就是他们要 写到很漂亮 拿一把尺 放在 放在他的working上面 真的写到很整齐 然后 字可能歪了一点 就擦掉 等等的 所以有这样子的学生 这样 我是想想 如果是你 真的是会做 那个问题 可是你又 这样精准的 去写没他的话 这样你真的 没有时间check 如果是你来到 中一的数学的时候 所以就变成 快是一个关键 所以不是叫你写得很乱 而是叫你要写得更快 reasonable 老师看得到 这样就OK了 这样所谓的 很跟准 其实是一起的 所谓的准的意思是说 我每次跟学生 在我的中一 中二中三的 复习班 我都看到他们讲 准是一个关键 OK 准 快跟准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当我们在写working 我们可以减少working越好 OK 因为那个是快嘛 对不对 可是关键在哦 你要快 OK 你要快 不是因为要show that 不是因为要show that 你很厉害哦 而是你要reduce working 不是 你要reduce error 不是reduce working reduce error就是减少你的错误 imagine你重复性的写 同一句 当你在高级数学MS的时候 我每次跟他们分享 在MS的时候是一个关键 所以如果你很习惯的 没有skipworking的话 其实在中四来讲的话 会比较 不是讲比较麻烦 而是你会不够时间 所以reduce 你reduce你的那个working 就是做得快一点 其实是要reduce你的error 你的错误 这样子 然后当然 这个东西也导致到 我们所谓的准确度 对不对 因为你要做快嘛 这准确度基本上是由 practice mix perfect 营兼出来的 这样子了 好 那其实是很期待 老师给我们同学做分享的 因为老师呢 这边还有 就是15年来 老师已经培养超过1000个 就是在modern maths这边 SBM的modern maths 甚至A家的这个同学 所以老师一定有他自己的一套方法 那我邀请老师呢 就是来给我们同学讲这个部分的时候啊 是因为上次我们有一期的这个开讲呢 我们也请了一个读中的老师来谈这个中学数学这个部分 那时候呢 我们这位老师呢 他有提到说 这个国中的数学也有变得越来越难了 所以今天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邀请梁杰老师来给我们谈谈一下 就是KSSM的这个math 到底有什么样的跟小学有什么样不一样 那我们到底同学可以怎么样的 就是善用现在 就是CMCO的时间啊 在家里好好准备 然后呢 出中医的时候你就可以轻松度过 好 在我们开始请梁杰老师 这开讲之前呢 梁杰老师呢 有一份问卷 希望大家呢 能够先来填一下这个问卷呢 我们来了解一下同学或者是我们今天的听众的情况 好 那我先放上放出来啊 这个问卷 好 好 那这问卷呢 就是只有五题啊 很简单 那我们面子书上面的朋友也可以作答一下啊 就是你虽然没有问卷啊 可是您可以在面子书上面留言给我们啊 第一题就是 请问您是家长小六生 还是您是家长跟小六生 还是您是老师或补习老师 第二题呢 就是请大家回答一下 就是父母有没有教孩子小学数学 中学的时候呢 打算陪孩子学数学吗 好 再来呢 第三题是 计算机会不会使同学啊 上了中学后用计算机啊 会不会使同学的数学变得越来越差了呢 是还是不是 第四题呢 就是面对风万的数学啊 你的感觉 如果你是小六生 你可以写你的感觉 如果是爸爸妈妈 你也可以写写你猜猜你的孩子的感觉是什么 啊 第五题呢 就是您是怎么认识啊 良杰老师的啊 良杰老师呢 有个YouTube平台哦 这个上面有很丰富的资讯 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哦 叫做Language Mathematics哦 大家可以去看 大家怎么知道良杰老师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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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好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 这边现在目前就是就是就是做问卷的朋友已经高达就是72%了 好线上我们有很多的家长陪同他们的孩子一起来听老师这一场讲座 也有很多是小六生自己很棒 就是很关注自己的中学生涯 那我们线上有很多家长说他们会小学的时候都有陪孩子 就是学数学这一科那中学以后呢也打算再陪孩子 那也有小部分25%的人说小学的时候有陪中学的时候就不陪了 好那第三题计算机会不会让同学的这个数学变得越来越差呢 59%的认为不会只有40%的我觉得是会啊 这是Zoom讲堂里面朋友们的这个想法 好那面对FM1的数学哦 大家的感觉怎么样啊你的感觉怎么样 那有64%的朋友呢都担心语言转换会跟不上 也有36%的朋友呢担心小学的数学基础不好会跟不上 那等一下我们就听听看梁杰老师怎么跟大家分享 就是中学的数学尤其是FM1的数学啊 大家如果基础不好可以怎么办呢 一定要请教老师了哦 好那也有19%的朋友呢已经在上这PREFM1的数学课了 已经在准备了也有16%的朋友已经买参考书等哦 在家里自学做好准备了 哇很棒很棒哦 好哪一个管道认识梁杰老师的啊 大部分都说是梦祥丽啊非常感谢啊 那也有小部分朋友说朋友介绍的啊 也从老师的Instagram那边呢知道老师啊 那之后大家也可以跟着老师啊 老师的Instagram跟老师的FB都有很多很珍贵的资料啊 可以帮助同学们 大概可以了解这个 我们大概看到这个这样子的一个部分了 目前都已经有82%的人在参与这个PREFM1了 所以我现在结束 然后呢让大家看一下这整个结果 好 老师也看到了哦 现在我们线上主要就是小六生跟家长一起参加 然后呢啊这个对大家对这个数学的关心是有一定程度的关心的哦 然后呢也觉得计算机不会是导火线啊 那大部分都担心是语言 然后呢呀就是这样子 好我们马上请出梁杰老师来为我们开讲 小六生中学如何精准迎战 让我们轻松度过初中一 有请梁杰老师 好谢谢你 不好意思大家 我会一直往这一边看 OK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chatbox在旁边 所以你有什么问题你要问的话 你可以在这一边 就是你在chat那边type给我 OK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啦 在一半的时候你要问 just type 我会看到的 OK so大家 唉 今天真的很不顺理 很不顺理 OK so当我在讲这一句的时候啊 有没有一种感觉我不知道啦 OK 就是哦 哎呦什么鬼哦 这个老师一开场就讲 这样negative这东西 OK so我我自己本身 OK 我不喜欢听到那种 唉 这种声音 原因是因为哦 当你有这一种心态去迎接任何一个事情的时候啊 它会弄 它会导致到你一些东西做得很不顺 OK 比如我们讲数学来讲 讲其他科目 Sajara 即将面临的Sajara BM 等等的新的科目来讲的话 有一种不对心态去迎接的话 是一个 我是觉得很不好啦 因为主要来到mathematics 学生会有这种感觉 如果是我把它分为两种学生 就是我这种普通班的学生 或X班的学生 和如果是我讲我的弟弟 我的弟弟是一个精英班 学霸籍的学生 OK 所以如果是我这种普通班学生 数学一开始并没有很好的话 这样怎么办 难道我就要跟我自己讲 我上form 1 哎呀一样的啦 我跟我的六年级的成绩 其实没有差很远罢了 哎呀form 1多少分就多少分啦 OK 如果是你这样想的话 这就不对啦 OK 原因是因为 我本身身为过来人 OK 我上到中一 OK OK啦 Normal normal 可是到form 4的时候 就是因为有一个老师 讲了一句话 也是我的不孝师 OK 他讲一句话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开窃了 所以等一下到后面的时候 我会跟你讲 到底他跟我讲了什么东西 OK 那so大家 我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东西 是这样子的 OK 我给你看看啊 so大家 我是来自于TTC Education的一个补习老师 OK 我教了15年 OK 15年 就是其实15年也包括 我教part time的时候 教part time的时候 我教form 1一直到form 5 form 1一直到form 5 OK 那so大家第一个 在语言上 OK 在语言上的变换 要怎样去适应 那这我讲第一个point OK 第一个point 我们讲华语进化 华语进化成国语英文的时候 其实它是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可是我发现到 我在我自己本身的中一 中二的班 其实中三我没有要去问了 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 就他们在我的中一中二班的时候 是慢慢我一直跟他们灌输 对的想法 所谓的对的想法就是 不要因为你六年级五年级考的差 而决定你form 1 form 2 form 3 甚至到form 4 form 5的时候 是一个好像一个我差 就代表我差 不是这样子讲的 OK 所以你进化成国语英文 你要把它当着是一个 怎样的一个心态去讲讲 去迎接它 就好像我问你一个问题 OK 当你一开始踏入一年级的时候 可能那时候我们还小屁孩 比小屁孩还要小屁孩 还很小 对不对 所以当我们进入了那一个时刻 我们简直就是那种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我们进入小学一年级的时候 我们开始慢慢去适应 可不 其实你发现到 你几乎每一个subject 都可以接受到在一年级的时候 当你慢慢的进入 慢慢的进入可能 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的时候 你发现到 其实它是有延续性的 所以导致到 如果你一年级没有把基础打好 所以你会有这种感觉 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 会因为一年级而被拖累 可是当你来到中学的时候 它的转变 其实是一个好事来的 为什么是一个好事 代表你重新再来迎接一个新的知识 我要你有这种想法 当你进中学的时候 如果你觉得你小学考得不好 你又再进来 然后你觉得你一定考不好 这样你的心态上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对不对 所以你要慢慢的去改 OK 慢慢的去改它 所以你要用一个open hand 去迎接这个新的一个初衷 初衷的这个科目 这样当然我在这边 跟大家做一个好像很快的一个 好像问答这样子 我看有谁可以答到我 OK 有谁可以答到我 这样尤其是在这一边的 小学六年级的学生 OK 我要给你们try try OK 这样当然大家也可以try try 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 OK 因为这个例子 我发现到 我发现到在升到中学的时候 很多学生都不懂 这一个到底是什么 OK so 大家旁边有一个chat 对不对 所以下面应该是在下面的 你们的下面有个chat button的 so我想问 请问英文版 OK 所以我这边放两个版本 请问英文版的分子分母 还有BM版的分子分母 叫什么 OK 有谁懂的话 你要type哪一个语言都可以的 你要type英文版 BM版都可以 so你们在chat type一type 我要看一下你们懂不懂 这一个是什么 OK 所以我们先第一个先 大家这一个是什么 我们来这一个打勾先 这一个是什么 有谁懂 OK 不懂不用紧的 不懂不用紧的 身为一个老师 我每次跟大家讲 OK 老师不只是要教 对不对 OK 身为一个 我是一个老师 OK 老师不是 不只是要教 我要 我要答学生的问题 也是 对不对 所以学生有什么问题 我就要教你 教到你会认识 OK so这一边我看到 这个是一个 public chat OK 不用紧 因为有几个是private private send 给我的 OK 来 有吗 还有其他人的答案吗 不错 不错 好事 OK OK 这样再回答我的学生 请问你是小学六月级的学生吗 有好几个是小学六月级的学生 这样请问你在哪里知道这一个字 这样强到 在体系上看到都不可以 OK 我学校有教 好事来的 OK 学校老师有讲到非常好 OK 那时候来 大家我跟你讲一讲了 OK 首先呢 分母 OK 分母 我每次跟学生开玩笑 分母 妈妈 什么鬼 分母的母是妈妈 什么鬼 不对吧 所以它的名字 正确的名字叫 Denominator OK 这样如果是BM版的话 它是叫 Bernierboot OK Bernierboot 这样当然我们讲分子来讲的话 它的名字叫 Numer Sorry 我的字这边有点搞笑了 OK 它叫 Numerator 这边叫做 Bernuncle OK 那大家 我给你注意一下 Sorry Uncle 在那边一个局 那这样大家 我需要 我需要你们有一个这样子的心理准备 就是 你不要觉得 来到数学的时候 哇 老师 很多 Spelling 请问这些Spelling 他会问吗 OK 答案是他不会 这样你需要懂 就好像比如说 我们分子是什么 你要懂它是Numerator 我讲的懂 是因为当你的老师 在教你的时候 他们会用这些词 所以我们用这些词的时候 你要懂 原来它是讲这分子 这样的意思 OK 所以不要因为这些英文字 哇 我的英文很差 就代表我 我一定很差 不是 不是这样子讲 OK 所以你要 你要以对的一个方式 去迎接它 大家 中学对 感觉上很恐怖 因为感觉上进了另外一个世界 对不对 从小屁孩进入到 比较 adult时期 Dinager 时期 对不对 所以你觉得好像 哇 我应该成熟了 可是我还是小屁孩 所以 的确进到有一点恐怖的感觉 可是要 以一个open hand 去迎接它 OK 所以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恐怖 当然 在这一边 当我在share的时候 你会觉得 哇老师 你share的东西 好像都很难 等下我陆陆续续续会在share的 所以我现在跟你讲 就是 当你 当你来到 OK 我来这边 OK 第二个point 当你来到 你所谓的中学的时候 你的心态 OK 心态要面向于什么 就是 第一 你从小学 六年级升中学 你的成熟度增加 对不对 当你 form one form two form three 你的成熟度慢慢增加 也相等于你 理解力 也慢慢的增加 对不对 so 当然你不要跟我讲 老师 理解力增加的时候 我要怎样去 再加强我的理解力 当然要加强理解力 我下面有一个很大的词 practice makes perfect 对不对 等下那边 我会加语 再跟你解释 什么叫practice make perfect 不要乱乱用这个词 practice make perfect OK 不是这样子用了 我们要慢慢来讲这个东西 OK 来 so 刚才我讲的心态上面 就是你的成熟度 还有你的理解能力会增加 That's why 你进到中一 虽然是syllabus有一点难 对不对 的确是有一点难 compare to你的小学 对吧 OK 可能你还没有看到 OK but 是可以接受到的 OK 可以接受到 只要打好很重要的基础 我会跟你讲什么基础重要 OK 那这样当然 那如果是有爸爸妈妈在这一个 这一个叫什么 讲座会上面的话 就是我要跟大家讲一讲 就是如果在 在了解孩子们的 这个所谓的syllabus的时候 对不对 我先大概跟你做一个这样子的对比 OK 当然还有更旧的syllabus 那个名字我就不懂了 我就用KBSM来代表父母亲的时代 也就是其实我的时代也是KBSM的 那这样KBSM哦 它是没有我们所谓的Hots Question的 或者是有些人他们会认识Hots Question as KBAT KBAT 对不对 我相信在其他的分享会 你会看到这个字KBAT KBAT Hots 对不对 这样这个东西我们称它为 Kermahiran Berficia Arrastingi Hots Question High Order Thinking Skill OK 这样这一种问题哦 到底有什么东西呢 就是它会所谓的放real life的一些example OK 加强版的一些旧时代的问题 它进入了孩子们的syllabus里面 这样以前的KBSM是根本没有出现Hots Question的 它只是一些很普通的一些应用题 那应用题也不称不上于Hots Question的 OK So KSSM的Hots Question的来临 它是引进了problem solving的这一块进去 Application是有 以前我们也是有Application 可是这一个是Application加problem solving 它的感觉是这样子了 所以变成他们的syllabus的确是比较难 可是比较难 比较难 他们的小学也是偏向于这一块 所以他们是可以慢慢的去应付的 所以如果是我们拿我们的所谓的KBSM的时代 跟他们对比的话 他们的syllabus的确是跟我们比起来 相对来讲level差很远 OK 差个可能一半样子 差个可能一半样子 一个感觉 OK 那这样 这个时候 当父母可能在看syllabus的时候 你要注意一下 要注意一下 就是 可能不要因为可能家长 不是家长 而是孩子们做不到那个问题的时候 是觉得好像 哇 这种问题也不会 其实在他们的 这个syllabus时代里面的话 就是 我需要跟孩子们讲的一个东西 下一句是一个关键 practice makes perfect OK 这样这个practice makes perfect 它有一个进化论的 你知道吗 我所谓的这个进化论 我要讲清楚 OK 有一个进化论 这样我自己本身 有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OK 我一开始从小了 OK 的确 我讲我妈妈没有讲 很注重于 好像你一定要考A这个那个 可是她的确有跟我讲过 因为我妈妈本身也并没有 没有毕业 毕业小学的 OK 我妈没有毕业小学 我的爸爸是有读到大学的 OK 他在台湾成功大学 我没有错 他每次跟我讲 他讲我的华语 你的爸爸华语那么厉害 你的华语那么差 我的华语的确是有点差 OK so 我在认识这个practice makes perfect 的时候 是从我的父母那边来的 所以我妈妈 我妈妈 妈妈还有爸爸就每次跟我讲 哎 梁姐 你的成绩好像有一点差 他会讲到 好像跟你的弟弟比起来 你可能要看下你弟弟怎样读书 OK 可是我又觉得奇怪 因为我跟我弟弟还蛮亲的 我们讲的亲是讲着我跟我弟弟还蛮常打架的 打架不是讲挥拳那种 就是嘴巴上的那种 骂来骂去 这样我在看他所谓的读书的时候 就是几乎没有跟我 没有分别 没有分别 我们也是各自有各自的坐纸 各自有各自所谓父母买的一些参考书 大家都有在做 这样为什么我会比较差 他会比较烂 什么我会比较差 他会比较烂 应该是我比较差 他会这么厉害 因为他我讲全职第一名 这样来到我第一开始认识practice makes perfect的时候 就是我只知道 在小学的时候 就是要做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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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当我在做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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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时候 我发现到一个问题 我只会做同一题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就是我爸爸还去做某一个 就是跟他的同事们 同事们去借他孩子们的什么 借他们的历年考题 然后印出来过后 还用以前那种liquid paper liquid 然后再复印给我做 所以他真的是有做这样子的 所谓的准备功夫 给我去迎接我的UBSR 这样我就真的做很多 这样当我在做很多的时候 是很多很多很多的时候 我发现到两个问题 OK 当我进入到我的所谓的 我终于开窍的那个年代 也就是在中式的时候 我终于开窍 OK 所以那一个时候就是 那个我先讲 我一开始六年级的时候 当我在一开始六年级的时候 这个做很多很多的时候 我发现到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的爸爸一直灌输我同一种问题 我好像只会做同一种 可是我的creativity并没有在 就是我没有去理解问题 所以变成我的爸爸只是帮我准备问题 准备问题 他叫我做 他给我答案在旁边 他叫我做 做 做 我就跟着做 对了 我爸爸去改 这样来到一些问题 当他转变的时候 我做不到 所以变成 我慢慢的进入我的中式的时候 当我不小心的猖到什么 其实我的人生还蛮幸运的 我讲的幸运的意思是说 当我在六年级升中学的时候 本来我是派去另外一所 比较不是那么好的学校 可是我的爸爸 我不懂他做什么 我没有去问他 他就跟我讲 明天你去公教中学 所以我就进了公教中学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 他为我付出的一个 很对的选择 他帮我换了一间学校 这样他帮我换了一间学校 过我进了过的事 这样刚好 我的luck又在我 当我form 3的时候 成绩也没有很好 在公教中学 当你八个科目 当你八个科目在PMR 我以前是考PMR 你们应该是考PT3 对不对 所以当我在八个科目里面 我拿到 我记得我是拿对四颗A 感觉上 4K好像很厉害 可是如果在公教中学来讲 4K算得了什么 所以就变成我进步到我所谓梦想的Science版 梦想的Science版 这样当我进不到我所谓梦想的Science版的时候 我就被 不好意思 我就被分配到去哪里 我被分配到去 上科第二版 就是我们所谓的读 那个叫什么 Accounts Economics的那一个版 所以我去到第二版的时候 然后 不好意思 在两个礼拜过后 在两个礼拜过后 无端端我被派去第一版 上科第一版 然后我就混了一堆考PK的学生 所以当我混了一堆考PK的学生 我就接触了所谓的学霸的读书的方法 然后我又不小心的刚好 就开始明白 原来我的弟弟也是这样子读书的 所以当我在去看他们做的时候 他们的确是做很多 你看到很多学霸做很多练习的 可是他们在做练习的时候 他们不只是在做 他们做的时候 他们还有做多一个步骤的 就是 只要他做错 他一定要去明白他 你practice make perfect对 可是你要用对方法 你做很多OK 可是你要改 你没有改 你不知道你有错 你看到什么意思没有 你没有改 你不知道你有错 这样当你改了过后 你知道那个对的答案 难道将就完了吗 你要问 那个是关键 所以很多学生 很多学生 包括 我就讲我的人生经历 对不对 我以前就是有这样的问题 我到form tree 我真的做很多 我知道我的PMR到了 也就是你们的pt tree 我的PMR到了 我真的做很多 我每一个subject 跟我的朋友合 合买书 你知道吗 就好像我买一本 他买一本 他买一本 我们做完了 我们换 我们一人买了 一set的八个科目的subject 我们五个人一起分 然后轮流做 我真的做很多练习 可是我的成绩比他们烂 我拿四个A 他们都是六个A以上 这样我一定是做错东西了 这样我试试应该改我的读书方式 所以就是在这个这样lucky的一个巧遇 我放了 我也不知为什么 我突然间会变去上课第一版 然后我接触了这一版 所谓的又可以玩 又可以读书的一些一群学霸 我就看得到他们的读书方法 所以他们读书方法是做 做很多 真的是很多 OK 正常的吗 我们讲practice make the fact 他们有改 他们不只改 他们不会他们问 他们问到他们会为止 所以这个就是他们 所谓的秘诀 怎样去搞好他们中学的程度 所以在中试的时候 突然间我的成绩就不飞了上去 可是飞了上去也不是讲一个 好像很厉害全部 Full A的一个 一个好像局面 这样至少 我的forecast的成绩 一个A 一个A 也就是数学 一个A 可是我在我的SPM 我拿到七个A OK 七个A 这样那个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所以给我 我觉得这个 这个所谓的practice make the fact 你要practice的对 所以我讲好先 practice make the fact 没有错 你一定要改 OK 一定要改 改了 过后你才懂 到底什么东西做错 所以你知道什么东西做错 过后你要问 你没有问 你怎么懂你做错什么 你怎么明白那个问题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我所谓的进化 OK 当我慢慢的了解 practice make the fact 的这一个整个 这个一个进化论 这样子 OK 那这样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语言上的突变 的确是有可能会影响 可是我要你迎接 讲讲的就是 open hand to迎接 这个新的 form 1的到来 它对感觉上很恐怖 可是是可以 这个过渡期 是可以慢慢的 舒缓的 OK 那这个是第一个part 我要讲了 OK 再来大家 OK 我现在给你知道一下 我们的kssm到底有多厉害 OK 这个到底有多厉害 我要大家小心 你知道吗 这样我想问下 这一边的小学六年级的学生 OK 我想问下你们 请问你们认识 或者是我出一个问题 看你们答对没有 OK for小学六年级的学生 OK 所以你们在 你们在chat那边 type我这个答案 我写一个很简单的 我相信有学生有学奥数吧 奥数的学生应该一定会懂 OK 如果不是奥数学生 好像我这种普通学生的话 其实我应该不懂 这个问题是什么 OK 来 不如我放这个问题先 减五 减 sorry 我写错了 这个太难了 OK 我来放一个 三减五 请问三减五 什么答案 你们在chat type一type OK 再check type 三减五 什么答案 OK 以我所知 小学 好像没有这一块 可是如果你的老师有提到 是好事来的 OK 那这样 谢谢大家的参与 很明显 你们答对 有几个可能type了2 所以答案是 减2 OK 我们通常我是叫减2 所以如果是讲 let's say 我们在读中 还是什么的话 我们叫负2 OK 那再来 这样如果 OK 如果 我放 五减三 请问五减三的答案 等不等于 OK 等不等于 三减五的答案 很明显不等于 你都跟我讲 那个答案是减2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一个东西 在你们的中学 是没有学的 你知道吗 是没有学的 我讲的没有学的意思是说 一些 我不要讲全部的老师 就是我去问 我自己本身 班上的学生 我就问 老师有没有认真 在跟你们讲清楚 这个negative跟positive 要怎样去 怎样去应付 所以我发现 他们讲老师有讲 可是 其实很快的就带过 原因是因为 原因是因为 我也可以理解 学校老师的一些 所谓的苦衷 OK 就是我在教的时候 我发现了有这样的问题 That's why 我在preform 1的班 也就是 其实下个礼拜 他们就start preform 1了 给我自己本身的 tution center 所以他们在start 这个所谓的 所谓的中意的 第一个chapter rational number的时候 它里面竟然包括什么 如果是以旧的 syllabus KDSM来讲话 这5个chapter 合体变成1个 然后这个1个 本身还有加一些 新的一些information 在里面 所以变成 我不要讲 我不要讲什么了 我们就讲 我们以前就是我了 OK 我以前学的topic 虽然是简单 虽然是简单 因为它拆散 是6个chapter 对不对 可是 我们学的很精准 就是我的老师 可以放很长的一个时间 跟我解释 到底这个负是怎样来的 这个证是怎样来的 OK 可是来到KSSM的话 OK syllabus是非常好 可是我担心的是 学校老师 有可能不够时间 去解释清楚 negative跟positive 要怎样去做 等等的 这样in case 大家要懂 这些英文字是什么的话 我跟你讲一讲 whole number 就是我们以前的整数 这个就是以前的整数 以前KBSM的整数 是没有negative positive的 就是证跟负 只有证 OK 然后里面学了一个东西 叫先乘除 后加减 有括号 先做括号 这个就是以前KBSM的 所以你看它其实 6年级你都可以应付的 对不对 OK 然后第三个chapter 第二我拿掉是因为它不管是 OK 以前的第三个chapter 叫fraction 大家 fraction懂是什么吗 就是分数 分数 我们有真分数 带分数 加分数等等的 然后加减 乘除 全部在这一边才学 什么鬼哦 以前KBSM竟然在中学学这一个 所以你会觉得 老师 我6年级都学了啦 对不对 我们那时候才学 所以你看 我们是基本上哦 虽然是小学有学 可是来到中学我们学多一次 这样我们学多一次的时候 我们在语言上 也会比较可以应付的原因 就是因为这样 因为我们的老师 在这一个chapter 他是整个chapter在教 而你们这边是略带过名字 还有略带过你们一些很重要的一些part 比如说negative等等的 OK 所以变成大家 对 我刚才一直有提醒的 就是 中一 感觉上我在讲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会觉得老师 感觉上很恐怖 可是你不要忘记 你的理解能力也跟着一起提高 因为你已经长大了 明白吗 OK 所以大家要 要对的心态去迎接他 不要觉得可怕 OK 所以你可以做东西 就是你做好你的准备功夫 就是preform 1需要打好什么基础 你要打好的基础 如果是你没有 你没有去参加一些preform 1的课程 OK preform 1就是before你上中一 你要打好的一些基础的课程的话 就是你可以自己在家做一些复习 YouTube 是一个很好的平台给你去学习 我自己本身超喜欢YouTube的 不是因为我做YouTube频道 而关键是在于 我在学一些做法 一些教学生的一些快的做法 我都会跟一些 外国的YouTuber的一些老师 做一些 就是我看他们的频道 我发现到 哇 真的很厉害 我自己本身还蛮崇拜一个YouTuber的 他的名字叫做Eddie Wu OK 我不懂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人 我顺便放在这边看到吗 这个就是Eddie Wu了 OK 他是一个million subscriber的一个YouTuber 我超喜欢看他的频道 OK 因为他讲得非常非常的简单 OK 所以变成其实 如果你现在在做一些准备的话 你可以在YouTube 或是你自己本身有sign up preform 1的班的话 试试 你可以去make sure你明白什么 明白怎样应付 可能你们可以写下来 这个东西 就是明白怎样去应付 应付你的 我写好来 就是这个了 negative 还有positive numbers OK 这样这个negative positive number 你可以type一个东西 叫做combine operation combine operation 所谓的combine operation 意思是说 加减乘除都参在里面的 所以你要去明白这一块 这样你升中学的时候 你会比较方便 OK 比较方便 就是你理解老师在讲什么的时候 你已经明白了 所以你就看得懂老师 原来还是在讲这个东西 这样的意思 OK 那这样 这一个就是我们讲的 你KBSM跟KSSM的分别 所以如果是有父母在这边的话 是 你可以知道就是以前的signable是这样子 OK 新的signable是五合一 五个变成一个 OK 像他们不是讲比较stress 而是他们学的东西 比较有quality的 OK 比较有quality 这样子也比较有quality的问题 就是我们要对的方式去迎接它 就是我们要去准备好一些 我们要懂的东西 所以 其实它这样放也是有好处的 就代表 在December的时候 他们有 他们不会好像 他们如果懂 他们要做好准备的话 这样至少他们December不会申诉 就好像 All December是是哪里玩的 玩了过我才去中一 我就不觉得应该这样了 就是可能要放一点时间 玩是可以玩 可是要放一点时间去practice 一些基础 OK 那这样当然 这个是我要讲的 这样第二个话题很快不了的 OK 这个话题就是 请问计算机 OK 运用计算机会不会导致数学越来越差 这样刚才based on polling 大多数人 大多数的学生都写 学生和父母 都会多多有学到 就是其实不会 OK 其实不会 像我的答案是 其实会 OK 其实会 但是 你要想清楚 来大家 我给你一个例子 OK 我给你一个例子 那这样 我这边有一个 我只是大概罢了 我没有要做那个问题 OK 我问一问你 你你觉不觉得这一个小学的问题难 你会觉得难吗 就是for小学6年底的学生 你在check那边写一写 你会觉得难吗 好 非常好 非常好 OK 不错 基本上有type out的学生都讲不难 好事来的 OK 好事来的 这样 这个问题是当我们来到中学 我不要把中学的应用题搬出来 我就是把中学的一个我们比较 我称它为directed numbers 就是我直接就给你这种operations的 OK 这样 我放大一点给大家看一看 OK 我问你 请问 你会觉得 这一个如果在没有用计算机的状况下 难吗 可能你们还没有接触过 计算机 OK 可能你们没有接触过计算机 你会觉得难吗 这样有 这个开始有 有比较多学生会讲 会比较难老师 OK 那这样我先跟大家提一提前 升到中学的时候 我为什么讲calculator太过依赖的话 它会影响学生的进度 OK 可是你要会用 你要会用 我讲到会用 你要听清楚我讲的东西 首先 OK 首先 这一个问题 如果以KBSM的角度 KBSM就是以前的sibers 你们现在的sibers叫KSSM 以前KBSM的角度来讲的话 这一个是在form2 form2 chapter1才学 你get到什么意思吗 就是我们会混 fraction 也就是分数 我们会混decimal 也就是你们小数点 还有integer 你们的加减 在一个问题里面 做board mask board mask就是你们 小学讲的先称之后加减 这样 这个问题 如果你在很依赖calculator的状况下 拿到答案 你的mathematic的基础就打不好 这一个就是我讲的 你在December的时候 before你升中学 你要搞清楚的一个问题 如果你可以搞得清楚 这一个问题是怎样运用 如果我给你实题 你实题都可以做对 在没有用计算机的状况下 恭喜你 你去到中学的时候 你会比较顺 明白什么意思吗 OK 所以大家 你这边放非常难 老师有一点难 OK 其实不会很难 其实我发现这边 很多的学生都讲难 对不对 所以在December 你就是要 make sure你打好 这一个基础 就是你会 你会运用你的fraction 你的decimal fraction就是我讲的分数 还有你的 你的decimal小数点 然后你的negative positive 这个很关键 你这三个东西 一定要搞清楚 OK 这样至于搞清楚 刚才我讲很多管道的 一就是你上一些 preform1的课程 第二就是你可以在YouTube看 你只要type combine operations 你type integer 好像刚才我写的 看到吗 我再写多一次 就是我们讲的 combine operation combine operation 就是我们讲的board mask 就是BODMAS 这个board mask 你type出来 YouTube是有的 OK 然后或是你可以type 所谓的fraction sorry 我这个字 fraction fraction decimal 还有integer 这三个字 你type一起的话 它的问题都会出现的 OK 所以大家 这个就是我所谓的 你在December的时候 就是在 你的这个 这个 这个十二月的时候 就是你要搞好的东西 before你生中意 就是这一类的问题 所以你只要这个 OK 你不用理所谓的那些 字重不重要 我讲过的 字虽然是 你可能会听不懂 可是你慢慢会习惯的 你不用担心 你要担心的是 这一些基础 在没有用calculator 状况下 你会不会 因为你升到中学 我觉得学生 因为他在短时间 他发现了 他做不到 他就很依赖calculator 哎呦 很赶的哦 老师明天要教功课了哦 这样就用calculator 按按按按 然后就写答案 这样子就导致到 你不会 怎样去 handle他的 那个所谓的workings 大家 OK So 六年几天 我再问多一次 横式直视 小学重要吗 横式直视 小学重要吗 横式直视 对不对 这三个东西 小学重要吗 重要对不对 因为这些是 拿满分的一些steps 对吧 拿满分的steps 可是你要知道 在中学有没有人写 直视 是没有 中学只是写横式 你横式写错 加油 你就没有分 OK 所以你要慢慢的去习惯 OK 这个过渡期 你会觉得好像 哎呦 摇摆不动 好像 老师 我好像飘了 我有一点 好像跟不上 你跟不上 你要讲 OK 你要讲 OK 你不要 到后面 到form3 到form4的时候 你才讲老师 我发现了 我真的有问题了 我需要一些帮助 那个时候 不是 讲太词 而是如果你现在 懂这个问题的话 你就要搞好先 这样也是 所以你要打好基础 基础不是乱乱讲的 基础要做对的问题 所以我讲 practice makes perfect 不要practice错 你practice对的问题 OK 那这样再来 这个就是我讲的 你的所谓的calculator的话 它的确会影响 可是它不是影响 每一个chapter 而是你要 搞好第一个chapter 你第一个chapter 可以不用calculator 就不用 过后陆陆续续的chapter 我一直会教你用calculator 用calculator 比较快 可是第一个 我是建议 不要用先 OK 你的chapter1呢 chapter1就是你们的 rational number 然后如果是在 BM版的话 我们叫 nombo nisba nombo nisba OK 我写多一次 就是我们的rational number OK rational number 这样在BM版 我们叫nombo nisba 这样 这一个 你需要搞好的基础 就是我刚才讲的 那三个 这三个 看到吗 你的fraction decimal integer OK 所以这个是December的时候 那这样 大家还有另外一个 就是考试时间 其实我们这样 大概 因为form1跟form2 跟form3的考试时间 不一定的 我们just 大概大概 讲一个两个小时 来讲的话 KBSM的两个小时 跟KSSM的两个小时 是差很远的 that's why 计算机很重要 重要在于 做得更快 可是我刚才讲 基础是关键吗 所以在December的时候 请你搞好 你的这三个东西 fraction decimal integer integer就是 negative number 跟positive number OK 这样大家 我差不多讲完了了 OK so 在计算机方面 如果可以尽快买的话 你尽快买会比较好 这样至于要买哪一款的话 试试 我自己本身 有做一个大概的review 可是我没有错 最近的 最近popular 或者是我们讲 Casio本身 它打广告 打到非常凶的 一个calculator 是这一款 我不懂你们看到没有 我try to show给你们看下 它的名字叫fx 我只是大概介绍到的 因为我自己本身 如果是学生 一直问我 老师 你到底要买哪一款的calculator 我先跟你讲 最近打得很凶的 就是这一个 他有写一个class waste 这个我自己本身觉得 它很齐全 你看不到 它非常的齐全 可能你们可以在 Lazada或Shopee那边 你们可以type 你们可以看到 它非常的齐全 我自己本身 比较不习惯的原因 是因为 我比较习惯 它的旧一款 所以我在YouTube的 YouTube那边 我有放到 所以可能你们大家 可以在YouTube看 可以在YouTube 你type我的名字 2J Mathematics的话 就是 你type一个东西 叫calculator review 就可以大概知道 买哪一款会比较好 我自己本身 prefer的是 我自己本身三款都有的 我三款都有的 我自己本身 比较prefer的是 我现在display 比较难看到了 OK 比较难看到 我放到我的眼前面 这一个是最新款的 OK 最新款的 ClassWiz 这一个最新款的 这一个是 它的前一代 OK 前一代 OK 前一代是这样子的 这一个是最旧版的 可是这个最旧版 它有facelift 它有facelift 这样子的 OK 这样这三款里面 我自己本身 比较prefer这一款 OK 比较prefer这一款 所以你们在YouTube的时候 可以看到 所以我只是写那个名字 它的名字一定会有一个570的 大家不要买错 你买到350就搞笑了 你的form4就比较麻烦 就是你要换一个calculator 所以你要make sure你买的时候 Either是那三款里面的 它都会写这570的 OK so大家 大家calculator这方面就是 如果可以尽快买的话是好事来的 因为这样子的话你可以熟悉 你的按 因为 因为大家都会拿来玩家 玩家玩家玩家 很多button可以按 自己type自己的名字等等的 所以你可以去玩一玩calculator是好事来的 OK 然后再来就是 后面我最后要跟大家讲一个东西 也就是我的启鸿老师 跟我讲了这一句话 而导致到我在form4的时候 就蹦我的成绩上去的 也就是这一句话了 OK 我的补习老师 他的名字叫尤汉 OK 他现在就是我的老板 OK 也就是我的老板之一 这样他就跟我讲 他那时候我在他的account的班的时候 他就抓着我 因为我是一个很胆小的人 我连跟女孩子讲话我都怕 OK 是那种害羞到不行的 就女孩子跟我讲话我都会红那种 所以他就跟我讲 他抓着我的那个 我的肩膀的 你想象他抓着我的肩膀 他的脸这么靠近 OK 就差不多只有5CM这样靠近 你知道吗 我们很熟 OK 他就抓着我来讲 梁杰 你要进步 你脸皮要够厚 他巴他自己的脸 他不是巴我的脸 他巴自己的脸 你脸皮要够厚 你脸皮不厚的话 你不问 就是一世人了 所以那个时候 他问了这一句 他就再问一句 这样你有问题要问我吗 OK 所以他的声音又很搞怪的 你有问题要问我吗 所以他问了过的事实 我就讲 因为那时候我吓到 他在我前面 我讲没有 可是我回去 我有认真的去想 然后结果在那个时候 再陆陆续续的 把我开始有 一点一点的去问他 所以我开始问的时候 我发现到 我有分别 我开始明白 我的 科业上的一些问题 所以那个时候 有突然间的 蹦我的成绩上去 所以大家 你要进步 最关键的是 脸皮要够厚 脸皮厚就代表 你有什么问题 你不会 你要问 你不要因为人家酸你 哎呀 这种问题你也不会 哎呀 你这样差了 然后或者是可能 你自己喜欢的那一个 那个女生 女生 OK 你发现到 这个问题应该要会的 可是你不敢问 是因为你怕喜欢的女生 觉得你差 这个叫做脸皮不够厚 你脸皮够厚 你敢问的话 这样你进步 不是更好吗 对不对 这个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 今天的这一块 OK 所以大家 谢谢你们 OK 所以我把mine pass给 小薇老师 对吧 OK 所以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我们的梁杰老师 就是非常棒的一个分享 让我们同学们 大概至少都了解了 就是home one 原来有这样的一些 数学的一个状况 好 那我们也谢谢 就是面子书上面 朋友的这个参与 那我们下礼拜 同样的时间呢 我们会在 分享的是 这个小学生中学 谈英文的这个部分 我们欢迎面子书上面的朋友 继续来参与我们 现在我们先关掉 我们的这个面子书的直播 进入我们这个 Zoom讲堂里面的 答义环节 好 那我们现在这个讲堂里面 大家可以放开来 开始来跟我们的 梁杰老师做交流了 有什么样的一些 老师刚已经问了 老师已经说了 你不问就是一世人了 所以赶快 想要问问题的赶快问 觉得上中医 尤其刚才已经填了 就是说 哎呦 感觉很像有点担心 语言转换 或者担心是自己的数学基础不好的 那都可以问老师 都可以问老师 那我这边先帮忙问一下 老师 就是 我的话语有没有写错 没有没有 老师我想问一下 就是如果 假设我的数学基础 就是停在 可能大概只是在 小学四年级 OK 好 那现在请问我11月12月 我大概可以做哪一些准备 就是刚才我讲了 就是 fraction decimal 就是我们所谓的分数 小数点 你的加跟减 就是negative positive 这一些很关键 我也直接就是跳到去做中学的吗 我要不要先把我的 四年级五年级六年级数学 再拿出来 重新做一遍 这样子把这个基础打好 才去做那个部分 我自己本身是觉得 如果要是可以 我是觉得不需要 因为关键是当你来到中学的时候 很多东西都把它变成英文化 或是国语化 对不对 所以当它变的时候 你慢慢习惯的话 我还是建议 如果是在这里进哪一所学校的话 是关键 因为有些学校是用英文 有些学校是用国语 所以如果我会建议的话 我会建议 第一 因为我讲过YouTube YouTube上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知识平台 对不对 只要他只要type一type 比如说form1 chapter1 就很多老师在分享的 ok 这样当然 不止我自己在分享的话 其实比如说 Y equals MX plus C 这个数学老师 暂时Malitia最高subscriber 他也是有在分享 好像比如说一些马来频道的老师 Let's say我们讲 Jigu Hasan 或是我们讲 应该是 我不曾记得几个名字了 他们都有在分享 所以只要type那些chapter 他们都可以去看到 因为我相信 我不知道 我相信 小学生都还蛮常看YouTube的 ok 刷YouTube 或是刷一些TikTok 对不对 所以其实都有 为了要给他们的 知识 有保存在的话 其实他们都有放这些 这些knowledge based的video 他们可以去 只要按一按 他们就可以看到的 也不藏他们的video 所以那边其实可以帮到很多 老师你看一下 我打在这个chapter里面的 这个是对的吗 对对对 可是这个只是一个例子 可是他的这两个老师 他们是比较高班的 就是比如说我们讲中式中午的 这时候给一些例子 就是其实有很多很厉害的YouTuber 不只是这一些 他们都有在分享 只是我给几个例子 这也是比较高班 那我们这边也想问一下老师 因为老师既然是来自补习中心 那不晓得老师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建议 因为可能大家都会开始要选一些补习中心 来帮助孩子们 老师您对就是我们在选择 就是数学老师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特别要去注意的呢 其实如果你想选补习老师来讲的话 因为你自己本身也不熟悉那个老师 所以你就如果是我建议 父母还有小学生 要上对补习班的时候 我发现我没有插到电 所以他们在选补习老师的时候 毕竟他们不知道那个补习老师是谁 如果这位补习老师 他有比如说YouTube频道 也可以看 就看他解释方面好不好 等等的 或是有些时候补习班 他们会发一些可能 Trial Class 去上 因为你上Trial Class 你才懂 whether这个老师是否适合 好不好等等的 这样子 所以这个December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时候 去Try 所谓的不同的老师 因为其实还蛮多Free Class 这样子 所以你去Try的话 你才懂到底这个老师 是不是适合等等的 这样子 那如果说一般上 比如说我们常会听到一些孩子 他们去补习班 结果他们也没有进步很多 可能就是进步个 顶多个10%这样子 那请问一下就是 假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是要转换补习班吗 转换补习老师 还是转换补习班吗 还是你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 我这边有两个建议 第一个建议 当然换补习是一个 一个比较 比较讲讲 我们讲Direct一点的一个做法 OK 就是好像比如说 我发现到 哎呦 我上了Form 1过后 我跟这个老师 我好像没有进步 OK 没有进步 这样有可能是 有可能是因为 他不是那么OK 与这个老师的解释方法 说他换补习老师 不是一个好事 不是一个坏事 是一个好事来的 这是第一个 因为他做出了第一个改变 他要踏出第一步就改 对不对 可是第二个 我觉得比较重要 第二个比较重要 就是有可能 他听得懂 补习老师讲的东西 可是他考不好 这样子的话 就有可能是 就有可能是什么 就有可能是 他自己本身的读书方法 出了问题 这样如果读书方法 出了问题的话 其实这样我觉得 他应该去 问下一些比较 比如说他可以问老师 问补习老师 OK 或是问自己的朋友们 可以进步到那么快 要怎样 当然你要问那些 真的是考得不错的朋友 他们是怎样做到 所以就是我们讲的 好像你如果一个东西 你一直在做的话 你都做到 我们叫 这个东西 我记得有一个字 他叫insanity 我没有错的话 我学过一个字 叫insanity 就是如果你在重复性的 做一个东西的时候 你发现到他的result 是没有效果的 这样为什么你还要 再继续做呢 对不对 这样你应该 应该做一些改变 在你的读书方式 可能你的读书方式 出了问题 所以你要去找一个 适合你的读书方式 这样子 所以有两个 一就是换补书 这个比较具体 比较快的 第二就是 有可能是 自己的读书方式 出了问题 好 所以这个可能 这些都是 我们可以去参考的部分 那 我们能不能理解一下 就是可能 因为老师是 The Bay是在吉隆坡 对吗 Betaling Jaya跟USJ 就是苏邦 在那一带 OK好 反正就是雪隆区了 那想问一下老师 那一般 就是像比如说 小六生中医 这种 或者是中学一年级 Fung 1这样子的一个补习 基本上 他们学习的那个部分 会不会超前 就是老师可能 还没有教到这个topic 然后补习一般 可能都已经超前了 其实给我啦 我是没有超前很多的 因为我比较 我比较 我是 比较倾向这一块 就是 我要学生明白 明白 然后我才进入下一课 因为如果是 他不明白 我进入下一课的话 我觉得没有意思 所以 所以 我是 我是看情况的 如果是可以超前 我当然希望他可以超前 因为这样子 他去到学校 他可以 可以应付得到啦 可是如果是 给我自己本身 我不会特地去超前 哦 我不会特地去 所以我们这边 有个朋友问 就是 那12月 他应该要掌握多少课 又不会超前 又可以适应得到的 嗯 多少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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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就是说 他要上多少课 其实没有讲到上多少课的 就是 make sure他有打好基础 这样我所谓的打好基础 就是有些课系班 他们都有在给preform1 preform1的一些基础班 有可能一些preform1的课是start chapter1 这样我自己本身是没有start chapter1的 我是start chapter1的basic 也就是我刚才讲的这种 decimal fraction这种东西 如果是学生本身可以应付的话 这样就不需要 这样他们可以可能找一些课系班 直接start chapter1的 这样子 哦 ok 好 假如我们的孩子 他可能在中学的时候 假设 他可能也没有时间 或者妈妈太忙 没办法带他去补习 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假如这些孩子不补习的话 那他们可以做些什么 来让自己的这个数学基础 一样可以很好 甚至可能到form4的时候 就admx都没有问题 这样子 就是我讲的 YouTube是一个很好的知识管道 是哦 现在都很方便 认真的是 认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知识管道 但要看对的东西啦 就可能你在那边看一些 比如说我网红的一些频道 不是讲不能看 因为我自己本身也在看 可是关键是你要有很好的一个时间的安排 就是你知道你这个时候 你应该看一些知识型的频道 你就看 好像老高我是每次在看的 好像比如说我们讲 一些知识频道 刚才我讲了几个 YGOSMAX PLUS JIKO HASSAN 还有YANGU ADMATS 我都有在看 因为这些都是 我在看他们的 做的方式跟我比起来的话 这样他们的做的方式 会不会解释的更好 如果他们解释的更好的话 这样我不妨跟他们学习也是 我是这样子啦 所以学生也是可以这样子做的 就是太多这一方面的知识管道给他们去学了 其实是是是 所以包括练习题可能大家也可以上网去就是打一些关键字 可能就可以下载一些练习题了是吗 那个比较难衡量 到底它符不符合我们的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其实你可以开始去买一些 FORM1书了 因为FORM1书现在市面上比较成熟了 以前没有那么成熟是因为 比如说我讲 现在的今年2020年的FORM4的学生 2020年FORM4的学生 现在要买FORM5的参考书来读是没有的 所以他们好是因为他们已经过渡了好几年 所以他们现在要开始买FORM1的书来开始练习 都可以了 那这边也有朋友在问 就是老师英文不好对数学会有造成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吗 不会 可是刚才我讲的过渡期一定会有 就是可能一开始不熟悉 可是不要因为这个过渡期而决定理查 你要尝试去迎接它 so 等于我讲吧 脸皮要够厚 脸皮不厚 就一四人就会了 老师我可以这样子问吗 就是说从我们讲FORM1就好了 FORM1大概它要掌握多少的术语 就是一些专业有名词大概是多少个 它就能够掌握差不多 然后其他一般的就是一般的英文了 那专业有名词大概有多少个 比如说好像刚才我给的分子 对对对 我自己本身有重组好几个 可是我还没有把它播出来 就是我会eventually播成一个YouTube video的 so 大家如果有subscribe的话 你们基本上会看到的 在进行里面 是 所以好像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讲 偶数 技术 字数 等等的 这些如果是来到英文版的话 或是马来文版 它们的名字是完全不一样的 so 我会把它 我会把一些啦 一些比较basic的字 变成YouTube频道 so 大家可以看 大家可以期待 ok 好 那这边有朋友在问 老师你有给广课吗 有 我有给广课 台子明年就是FORM2 也有试课吗 试课我不肯定 可是FORM1 PRE FORM1是有啦 FORM2可能要 问一下我读习中心 可能你可以在 我的Lenguin Mathematics吧 可是我很少去开到 所以你在那边 我私讯你的电话号码 你可以直接call他 看有没有 试课 可是我自己本身 是有给广课的 所以老师您是有教 FORM1、FORM2、FORM3吗 到FORM5 到FORM5是不是 FORM1到FORM5你都有教 ok 好 好 那看我们这边朋友 还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 可能想要跟老师来请教的 那老师那我们这边 可能也有一些同学是 怎么讲 他们可能是读中生 那读中生可能在 也可能同时会考PT3、SPM 那不晓得这个部分 老师应该也是有接触到 一些读中生 老师有什么建议吗 给我们读中生的同学 我比较接触多的读中生 是在SPM的时候 PT3我比较少遇到 这样我就讲SPM这一块 这样其实差不多有点relevant的 因为他们 他们在读中学的数学 ok 我不要讲读中生 数学就一定厉害 我们不可以这样讲 因为读中生 虽然是SIMBUS来讲 相对比较厉害一点 可是不是每个中生的数学都厉害 所以变成他们 其实来到上课的时候 我也是要重新教他们的 所以只是给读中生 他们比较注意的东西是什么 就是 其实给他们 他们已经学好基础了 他们只是要翻译 所以他们进来 我班都是问老师 这个就是华语的什么什么什么吗 这样我就去找了 是 所以他们其实基本上是要这一个 因为他们如果你讲 PT3来讲的话 SPM来讲的话 他们有去拿到 基础都算不错了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就是老师 你看到读中生 他们在读中的数学基础上 其实是足以应付 SPM或者PT3的数学 可是也没有讲超强 所以 如果你讲比较 overall来讲的话 其实他们就要翻译到的 在我的课 我发现到了 他们只要翻译 他们就会明白什么意思 是 好 我们这边有个Mandy 问了这个数学K8题 可能爸爸妈妈想帮也帮不上 因为都看不懂在问什么 觉得K8题很难 老师你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吗 我这边 给我看一下 我这边 我这边有三题K8问题 OK 可能我share一share 我share一share screen 如果是你们 你们要尝试一下的话 你们可以screenshot 然后send我一个message 如果你们要答案 OK 所以我share一share 我这边有两题 OK两题 是我们讲UPSR的学生 去到中医的时候 去到中医的时候 你的六年级的 那个程度 跟中医的程度的一个 大的变换 所以你们可以 如果是要尝试的话 你们可以screenshot 或是拍起来尝试一下 然后你可以send一个message 给我 send一个message 给我的答案 然后我会看你的答案 对不对 所以你们可以尝试一下 这样至于Mandy讲的是 K8总是有看不懂的问题 我还看不懂的问题 sorry 我顺便写写 OK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是我的电话号码 OK 所以至于ForMandy讲的是 K8总是看不懂问题 问什么 K8题很难 这样我的问题是 你是因为看不懂 它的那个意思 还是你对你的基础答不好 这个是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因为语言上看不懂 还是基础的问题 可能Mandy可以补充 就是你是比较是卡在哪里了 因为如果 我们讲是卡在语言上的问题的话 你可以做一些 你可以做一些topical topical的链级 就买一些topical链级的书 去尝试 然后当你尝试的时候 它是从基础开始做的 所以它到后面的时候 会有一些比较满的问题 所以那个时候 你再慢慢的进入 我看你做得到没有 这样当然好像我讲的 有什么问题的话 你也是可以问我的 只是我会回答的比较迟一点 所以我的whatsapp 其实也是可以给你问的 所以你mytopical 其实可以帮到你的 如果是因为基础的问题 如果是因为语言的问题来讲的话 就是这样我建议也是一样 你多做 然后不懂的意思的话 你问一下朋友 老师 我讲过了吗 脸皮厚 你就会进步 你不就是要问 好 非常谢谢 那老师我最后一个问题 我看一下朋友们 还有没有问题要问老师 那如果没有的话 我这边就最后一个问题 想要问老师 就是老师你觉得 他们可能form1到form3 比如说 他的数学要打好 到什么样的一个基础 那他可能如果form4 进sign stream的话 学atmax就不太会有问题 这个很重要 简单来讲 大概可能要几分 大概平常的数学表现 要在几分以上 掌握atmax就不太有问题 我们不要讲几分 甚至我看过超差的学生 他在中式的时候 进入modern math 还有atmax的时候 他们也是form非常快的 其实主要要打好的几个基础 因为现在如果我讲 这几个chapter的话 有可能学生会 老师你在讲什么 这样如果是讲到 你要进入中式 中式的数学 还有高级数学 就是我们讲的modern math 跟atmax的话 有几个我重组出来 我在YouTube频道 一直在播的 就是我一直在放的 因为学生有可能会看我频道 发现到 老师 这么你的 你的没有好像分 chapter 1 chapter 2 chapter 3 因为比较 比较整齐的YouTuber的老师 他们会放 chapter 1 chapter 2 chapter 3 他们慢慢播 等等的 好像比如说 我讲一个 我有在follow 叫easystudies 所以这个老师 他放chapter 1 chapter 2 看到很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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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Systematic啊 这样我是闪闪的 我闪闪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我要播给我的audience 而是我要方便我的学生们 就好像比如说我的学生们他们要进入form 4 他们要打好一些基础 这样我播的这些video就是专给他们的 就好像比如说我写几个啊 第一个就是他们要打好algebra OK也就在马来文把我们叫做 一样的啊 只是在英文叫 像我这一边呢 我要建议大家就是你要make sure你打好algebra的基础 像我自己本身充足了六个video 六个video在我YouTube频道里面 我写这algebra series的 可是当然现在form 1如果看的话会有一点深 啊 如果你是现在的form 2的学生 或现在form 3的学生 或可能你是form 5 啊form 4的学生 你应该要make sure你这个基础打好 然后第二 第二 你要学会怎样用formular 这样你要在哪一个管道学会怎样用formular 第一 Art and Sector OK sorry Art and Sector 这样有可能学生不懂什么叫Art and Sector Art and Sector的意思就是说 它的这个chapter是关系到圆圈的circle 找周长跟面积 也就是我们讲的2πrπr² 因为这个东西是教你怎样去apply formula algebra不是apply formula algebra是明白一个程序 对不对 这样Art and Sector是明白formular 所以你在这一边你学的话 你就可以学怎样用formular 这样因为你学怎样用formular 而导致到你其实也会运用其他chapter的formular 这样子 所以我是如果你要基础来讲的话 这两个是关键 再来第三 第三 也就是他们的linear equation linear equation跟algebra有一点接近 可是它是等于一个东西的 这三个是最关键的基础 好form4,form5 像这些我在频道都是在播的 所以他们可以看 如果form1就比较深 如果你已经到form2 你可以开始看这些video了 我都在播这种东西的 这三个很关键 老师您的意思是说 就是如果我form3之前 假设这三块都没有打好 我form4进了sign stream再来补 这三块东西还来得及吗 现在就要开始补了 我form4才来补来得及吗 要尽快咯 没有讲是还是什么的 所以你知道你当下 你好像现在的form5 现在form5他们即将在2月考 昨天我们是有分享form5 对对对 所以过后一大堆学生资讯我 他就讲 老师我的基础真的不好 可是我听了16题过后 昨天我分享16题吧 我听了16题过后 我觉得有希望 这样我不懂怎样下手 OK 我就讲你要下手 我是这几个钱 你要尽快用这几天 快快去看完这些video 打了过立刻进入 这个是昨天我跟form5学生讲的 昨天晚上我们办了一场 就是请梁杰老师来给form5的学生 做了这样一个最后冲刺的加油 好 那我们这边看看还有没有朋友 有想要问老师问题的 OK 好 如果都没有的话呢 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梁杰老师 谢谢您 就是拨出您宝贵的时间 来给我们大家加油打气 那我们也谢谢我们朋友们的这个参与 我们下礼拜 我们同样的时间 我们有Miss Wendy 要给我们谈就是小六升中学 你的英文要怎么样的学好学经 我们下礼拜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老师 拜拜 谢谢 好 记得大家赶快发您的截图过来 给老师 老师电话号码是0173817670 发给老师 那我可以报名老师的这个体验班 那记得就是去like跟subscribe老师的这个YouTube 跟梦想力的这个YouTube 还有我们的FB 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一起加油了 拜拜 拜拜